今天很熟了 我们就直接快速的把它完成了哈 来销售盒就是用Coldax 好他还记得哈 刚好做过范围E34到F34 没有错范围没错哈 来点两下来开始了哈 来林佑芝的销售总额 来我们来做一次 把some if抓出来 好第一栏就是销售员的范围 选进来 第二栏点一下 去把有林佑芝的格子 把它选进来 第三栏点一下呢 就是去把他的销售额的范围选进来 ok了这样子按确定就可以了 再来古典音乐的总销售量 来 some if 这一次呢是要把古典音乐筛选出来 所以第一栏就是产品的范围 第二栏点一下去找有古典音乐的格子 把它点进来 第三栏点一下就是去把销售量选进来 因为他要查销售量 他要统计销售量加总的 好 确定 ok了 再来他要算台南的总销售量 好 some if进来 第一栏他要算台南的 所以range第一栏的范围就是把地区选进来 第二栏点一下呢 去找找那个有台南的格子 把它点进来 第三栏点一下呢 总销售量 所以请各位把销售量的范围选进来 可以了 按确定 最后请问8月15号以后的总销售量 好 那我们点到这一个以后 最近用过的some if进来 range呢 日期 把日期的范围选进来 第二栏点一下呢 之后 同学8月15号之后 所以是小于还是大于 大于 大于 2004的8月15号 看到了吗 哦 要大于2004年的8月15号 可以 因为他的国字这个中国年是我们设定出来 显现出来的 他的体质呢 还是属于西元年 哦 除非他当初打这个日期就给人家打国字93年 那就另当别论哦 那就完了 哦 不然的话 基本上哦 他的体质还是属于日期 好 OK以后 最后再把我们的总销售量选进来 好了 OK 按确定 好 37个 好 有没有问题